好 又回到我们的眸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眸向正向的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好了 今节我们就要讲一讲 咦 又在考章了 这次 什么事呢 记得吗 他们经常说 哎呀 糟糕 这个中国控制了稀土 想不到在俄乌战争之下 有一样抗产 现在细放到好惊惊 是有什么那么惊呢 就是乌 乌 乌 其实有什么那么紧要呢 原来就关乎 他们缓污 因为之前记得 弹药不足 所以 他们就需要大量的污金属 去做工具 很不幸地 西方看来我觉得 没什么问题 哎呀 糟糕了 原来现在 跟西方 关系不好的中俄 在污金属供应点上 是占全球的 主导地位的 所以 现在 西方就说 糟糕了 怎么办 原来又是他们主导地位 我们经常说 这个世界你终有我我终有你 你等一会儿又对中国什么 晶片打压那些什么呢 最后呢 你自己也大事 你自己的 刚刚这个辉达 已经说了 哎呀 糟糕了 阿租最新的 这个晶片禁令 AI晶片 其实呢 令到他们可能要亏 50亿来够 其实 辉达我都觉得 你都不可以有什么 调行之心 真是说真 他之前邀请了很多税客 以为由税日租 是的 辉达有些翻译叫英伟达 两个都一样 我觉得如果今时今日你仍是 有 觉得可以有回旋的预地 有点天真 是 当然中国也有官方声明反对 我们之前说过 官方声明应该是走过 过程 因为就算怎么样也好 大陆也会自己 会尽力研发的 没得回头了 我相信现在的 没错 由于对乌军的援助 亦都推动了多个国家 要提高他们军备的产能 但是 很多发达国家就说 糟糕了 原来我们所需要产军备的乌金属资源 不够 因为你一下过 你弄这么多工具出来 而且中国和俄罗斯 在乌金属供应上是占主导地位 所以现在西方又炒作 潜在风险很大 来自加拿大矿产 就叫做 阿尔蒙蒂公司 他们的CEO 叫Black Lewis Black 阿克先生或者布莱克先生 他接受日经访问时 现在俄乌战争 大大刺激了全球对乌的需求 在国防工业当中 这种金属其实 也不是很罕见 但是 因为量用得很大 经常是用来做 炮弹 以及 一些装甲 但是 无人机上面的东西都是用这个东西 你知道大家 在乌克兰也好 以色列也好 都是用大量无人机 一些无人机上面的投策的 军备 都是用大量污 Black先生就说 目前全球大概 12%的污金属需求来自国防 因为俄乌战争 所以很大程度上 是消耗了我们西方 军备需求当中 污金属的储备 关于乌克兰发生的事 已经很明显了 发达国家 现在是不够污的储备 他们也没办法 真正增加他们的储存 缓言之 可不可以说不够污去缓污 对啊 不够污去缓污 你觉得完全没错 那么他也说我们其实没有真正能力 去增加 原来 他就估计 今次俄乌战争是用了西方国家30元污的储存 就是这个 处备比较少 因为美国也说 突然之间这么大个量很糟糕的 那些库存不够 当然他也说现在每个国家都在提高产能 生产更多的军备 但是就没有污去缓污 可能 只可以是减少 这个军备 但是扎尼斯基说不行 不行 我不够 我也知道你不够 但是真的做不到给你 从何以来那些 原料 怎样供应呢 没可能凭空变出来的嘛 他就说 最大事是什么 中国和俄罗斯对污金属的供应 是占全球主要地位 当然他也暗示未来 可能 中国和俄罗斯会联手 搞西方 其实中国没这么说过 我们看回数据 其实中国在这个产量 原来中国的污礦产量 占全球不是很多 是8成5而已 到 至少5日就9成 不是很多 8成5 对了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的数据显示 中俄两个国家 计买全球污宫应量的9成 其他来自越南 玻利维亚 但是玻利维亚刚刚 亦都是 与以色列断交 亦都令西方不高兴 还有奥地利 奥地利就可以掌控到 但是很小的量 当然他们提到中国其实今个月头时候 就已经是对石墨出口管制 当然亦都有人说 大事了 西方越来越担心 潜在的供应风险 说真的 你搞好一些关系就可以了 撑你 说这么多废话 Black先生就说 虽然全球 国防需求日益增长 但是 来自中国以外的供应 这个污是不够相当有限 过去几十年 中国抗产事业 通过更加低廉的价格 是提高了他们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使得竞争对手退出市场 说真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因为你们贵 冯德维会按摩到 奥地利有 我们不计成本 奥地利只有几个百分 不好意思 几个百分也没有 中俄有九成 除了中国之外 只有奥地利和葡萄牙 这些小数的西方国家有较大型的污抗 在弹药短缺之下 美国政府最近也去了加拿大 刚才那家公司 阿尔蒙蒂工业公司 原来他们在葡萄牙有个污抗 也听取了有关基建抗建的计划 希望使得市场更加多选择 但你多极都是跟 中国和俄罗斯抄血 现在公司还想着 重启位于南汉 江沿道上的 一个叫东抗项目 这个 上东抗山 是南汉 污埋藏量最多的一座抗山 开彩的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大量出口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市场 开放之后 污就开始在中国大量生产 结果这个价格是暴跌 说实际 这些东西你也不要说 保贴那些东西八十年代有 有补贴的 都是靠 因为它的量真的是大 这个 南汉的污抗就关闭了 现在这个项目是得到了德国复兴银行 很多钱 有 7500万美金的 贷款 预计明年就开始生产 到时 产量预计 将会占非中国产量大概三成 你以为很多 中国85% 即是剩下 15%的三成 你计算吧 剩下多少 还有你 还有 烏克兰那边的消耗量是真的 厉害的嘛 当然它现在的大反共不知怎样 这个大反共 有时间搞 其实这个日经进一步就圈掩 这个举动就是西方国家日益意识度 要努力降低关键抗产供应链风险 说真的 其实这个加拿大 公司的头 都是想很多公司 向其他公司来投资 必须为最坏情况做准备 认为如果 污的价格是崩溃 政府一定要有大量的补贴 是不是呀 听听到它 其实可能都是靠中国来炒作 当然它们西方当然害怕 顶你都是那句 你搞好关系就不用害怕 那他就说 没有大量的政府补贴 我们不行的 中国以外的替代来源 在经济上没有办法生存 你现在才知道 其实这个就是市场 所以冯德罗欣说不计成本 基本上这句是空话来的 就算你不是空话 你用了你的 全力去搞 我相信最后 你们 很多的商人 只要你 补贴一切走就不行 还有可能补补一下 因为 欧洲议会的选举 冯德罗欣会继续做 都是一个大问号 所以说到这么大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也想想自己说到这么大后果有什么 我们看看 当然现在他们就说中俄玩东西就麻烦了 如果是玩东西 现在已经是我战争这么久了 去年2月24号 现在都11月 真心说 如果是玩东西就一早就玩你了 其实都是你们乱差这么说 是吗 当然污也被称为 是 黄金 黄金的另外一种叫蔡黄金 叫蔡黄金 当然现在西方的负权是否高级 但是我相信 中国是不会 说什么 帮俄罗斯 帮俄罗斯不是帮乌克 这样搞西方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当然他们肯定什么都害怕 说真的 如果你实现了 自己自我预言 经常说到这么大 现在的确确是不够用的 但是 中国到此时此刻依然是 没问题的 出口道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当然他们说 不是啊 今年 第八届东方经济论坛上 中俄他们说要保护自己的领土和重要的资源 这个全世界都这么做了 撑你 你不要跟我说不保护 不保护 不是吧 可能会这样 正常国家就算 他们怎样都要说 现在 关于关键抗产问题 其实中方 一向都是觉得没问题 我们看回 事实上 这些报道也提到石墨 10月20日中方就调整石墨出口管制 商务部发言人解释 管制是有进有出的 其中三种高敏感石墨项目 正式列入管制清单 同时五种低敏感石墨项目 反而取少了临时管制的 当然 西方就说你是不是搞我 有时候我觉得 是你自己 小L气 或者是你自己 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腹 我们看看中国的藏量有多少 这个 其他东西我不敢说 遥遥领先 但是这个真的是遥遥领先 第一 名字就是中国 产量是有 71,000公吨 中国是世界上 拥有丰富污的国家 是世界上最大的污处 藏国 当然 占全球85% 储量是有180万吨 排名第二是经常被西方称为中国代替国的 产量只有4,800吨 刚才中国是71,000吨 看来也差得很远 储量有10万吨 和中国的180万吨 看来也差得很远 另外俄罗斯 排第三 俄罗斯排第三 产量比越南少 因为它开发得少 俄罗斯排 第三 产量有 2300吨 你记住中国是71,000吨 俄罗斯2300吨 但是它的储量是全球排第二 是有40万吨 越南只有10万吨 第四 你也糟糕了 第四 亦被称为中俄的好兄弟 其实他们之前就跟俄罗斯亲 就是蒙古国 或者叫外蒙 他们 产量也只有1900吨 而且由于种种原因 其实他们也很难 大量生产 始终基建比较差 基建比较差 储量 和中国180万吨比 都差得很远 全国储量 只有63,000吨 第五 就是 玻璃维亚 产量是1400吨 跟中国比 都差得很远 说回他们 这么自傲的 欧洲最多 欧盟最多 奥地利多少 产量只有900吨 储存量 只有1万公吨 和中国的180万公吨 就差了180倍 真是遥遥领先 没得说 另外 BNO组国可以吗 BNO组国排第八 亦有900吨 但是它的储量 只有36万吨 另外来自伊比利亚半岛 西班牙和葡萄牙 西班牙有700吨 储量只有56,000吨 葡萄牙500吨 产量 储量 就是有 都比较差 就是3100吨 这样 排前10吨 当你是自己有了 欧洲 有奥地利排第七 英国排第八 西班牙排第九 葡萄牙排第十 但是加在一起 都 不是很足够 都比较差 与中国 另外一个国家 盧旺达 也是有 1100吨 产量 但是 它的储存量 不明 当然 很有价值 将来 不知道 反正不知道 盧旺达的开采和生产 因为经常有 什么东西 保装组织 搞搞镇 拿钱 这是 正常现象 在那里来说 当然 中国法人也说 之前不是对石墨有管制的 他就说 中国政府是依照 实施出口管制正常调整 既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地区 亦都不针对任何特定事件 中方始终 是致力于保障全球产业供应 的安全稳定 喂 难道像美国这样吗 晶片 我就是搞你了 不行 不行 而且他有些是取消 五项取消了 亦都说 是 符合相关的规定 所以 要取得虚可症 对于 关键抗产问题 中方之前已经回答过了 去年 11月1号 外加部例行会议上提到 澳洲 能资源部长就说 虽然西方国家 不会很快结束 在稀土等等 关键产业对中国的依赖 美国将和 美方 美国将和 澳洲一起增加对关键抗产投资 代替 是这个 中国的 对此 其实中国亦都说 中方一贯认为 关键抗产资源应该 是先保障 相关国家 相关产业的安全 实际上是没理由你不理自己 你也是用国家安全 讲晶片 对不对 对呀 共同承担全球相关抗产的供应责任 确保相关贸易合作正常开彩 同时不应该 将世界经济政治化 工具化 武器化 武器化 西方国家就是美元 和其他的 准则 破坏全球供应链稳定对大家没有着手 冲击着现有世界经济体系 中方将继续在深度参与全球 产业分工和合作 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格局和经济 关系 当然现在它是有管制 正常来说都是拿到区可证 正常来说都是拿到区可证 好了 今节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下次再为大家分析其他议题 拜拜 拜拜